音短龚猫发行的特征 其实音短龚猫发行的特征和其他猫猫也是比较相像的 那么龚猫发行的特征第一个就是豪 整天在那边窗户旁边豪 在门旁边豪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门窗要关豪 门不要随意打开 打开前后你一定要注意它的情况 因为这个时候往往会到处乱窜 因为龚猫都是诱导发行 它一定是听到了母猫的叫声 或者是闻到母猫气味 或者是看到了母猫 所以它才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它为了找别人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跳楼或者是离家出走 都有可能 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关好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乱尿尿 也在墙角尿 在到处拨标记 其实它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气味能够扑洒开来 能够吸引那个母猫的一个注意 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 你要不然去给它身体上满足它的需求 你要不然没有这样的计划的时候 趁早绝育 一旦它形成这样的习惯以后 你再给它做绝育 可能就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